各位議員請就座 我們現在要準備開始上課了 麻煩盡快就座 謝謝 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機 看有沒有關振動或關機 再麻煩一下 謝謝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要準備開始上課了 請大家不要講話 認真上課 謝謝 這節課是由我們的徐歌霖 徐昭基人 來上我們的課 請大家熱烈掌聲一下 謝謝 大家有相機我的口 請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對臺灣民進府的議員來說 請問誰人最多 你看這說人民都不對 不好意思 為什麼不是 我告訴你 這是有原因的 我們是台日本國的議會裡面的議員 我們要回去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 這觀念很難改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 重新去想這件事 沒有錯 我們會讓人民發聲 但是我們的權力 法律嘛 對不對 權力是誰人給我們 天皇啊 這個土地不是台灣人的 不是啊 權力的來源你就要尊重了 所以大日本帝國的憲法是怎麼產生 是人民去下垂嗎 不是啊 大日本帝國憲法是 天皇下垂 交互修頌去執行的 這跟我們的過去的想法完全不一樣 這有怕一個嗎 你的主人不是人民 在這種君主立憲國家裡面 跟一般的那種 相法是不一樣的 這叫大陸帝國的議會 過期的相片 另外加上貴族院的圖 沒關係 我們慢慢慢慢說 下一張 所以沒關係 講錯沒關係 我們大膽的回答問題 我慢慢再跟社會回來說 但是一開始 我們過去對於所有議會的觀念 都從哪裡來的 從小看選舉出來 對不對 議員選出來都要聽 給他錢的人的話 還是給他權力還是給他機會的人 是不是 所以你就間接並做你的租廊 並做是給錢的人 你就判斷了 你就會受到影響 在美國這種叫做 interest group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先不講 先講這個 統治 統治這件事 議員以後就是統治之一 政府就是統治所有的人民 政府的我們都知道 行政立法司法 你們是屬於哪一個 行政立法司法你們是誰人 立法 立法法律的人 立定法律的人 但是你不是law giver law giver跟law maker是不一樣的 giver是給予 喂 沒問題 現在可以 沒問題 現在可以 這個可以 要回去 要等一下 等一下的時候 既然等一下就 講過事了 談香腸的都講過了 大圓牆有沒有聽過 還是你們最近的課都沒有聽我說 我說台灣人 都有 以前都想 這個power point 還沒起來 先說這個 前陣子不是在說 福茂 學生去抗議 對嗎 我的學生 我的大學教授 我的大學教授 我的學生也去抗議 但是 剛剛說就說不聽 我說別忘了 他聽不懂 後來我說一個小故事 他真的聽不懂 我說真的 我說你有去拍演唱過 拍演唱過 就是一台腳踏車 後面放一個什麼 主要台 對嗎 旁邊什麼 拍演唱 拍到香腸 拍到香腸 給你Q彈來吃 對不對 你就走到那裡說 老闆 這個演唱怎麼賣 這不在賣 你在拍演唱 你叫分數來 你分數來 你分數來不太好 一條也吃不得 錢就在他撿去 所以他主要是要Q彈來做什麼 那好像Casino 賭場 一樣 一台腳踏車後面 把他撿整個東西 都有人開 很厲害 台灣人很聰明 那宣傳的方式就是用 那老闆 那個彈子台 上面把你放一張招 對不對 招上面什麼 遊戲規則 打幾分就一條 打幾分 一條也沒有 有嗎 你就十塊給他 說好 我要玩 老闆說好 如果你要玩 錢收起來 你就開始招 他對招 看他贏還是你贏 對不對 如果 人家都都輸了 你就開始收起來了 怎麼竟然跟你玩都輸 你騙 你就 跟他收起來 跟他發肥 老闆說誰 還要來玩 對不對 遊戲是我寫的 你錢放下去 你就要玩了 你輸是你的事情 所以台灣人一樣 這個樣子 國民黨就創了一球 叫你來玩 你錢放下去 就是 連說笑話都不然說完 是不是要關一些東西 電風扇會耗電 比較耗電 比較耗電是什麼 今天下午前有這種事 有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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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可以整個人都撞不掉 都撞去 所以我跟我說 剛才在撞前撞到賣了 沒關係就不要去撞了 不要去撞 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 如果你要去撞你就叫他裡面遊戲規則去玩 你覺得他不合理你就會比較差 但是在遊戲規則裡面 不是要把整個腳踏車兵給倒 那就是要兵拔 我們遊戲規則告訴大家不要去撞票 不要去撞不撞 不要撞到香味就跑掉 這樣就好了 學生一聽 學生聽了 反正大人聽不懂 學生聽了一聽 撞口就掉了 這個什麼時候還要一下子嗎 他說到這個 在座有沒有擔任過議員的 我擔任過了任何的鄉政代表議員的 都沒有 有有有 有一人吃手 對有有 很好很好 都第一次 初一回是突然叫你做議員 坐牽涉你會怕嗎 會覺得自己準備不夠嗎 會報仕有一個告示給你打預算 但是你不是只看預算而已 議員的權力很多 包括通過法令、法案 我告訴你 在美國現在的議員已經不是一個人了 議員要有很多助理 助理都要發薪水 你要請專業的幫你指導 你下政治判斷 沒錯吧 你不可能每一個人的事情都沒了 你如果加入一個委員會 或是跟建築有關 你都沒了 你要請人一次 給你意見 你做政治上的判斷 你要有一個起碼的分析能力 你也要讓自己有這個能耐 我以前有說能耐這件事嗎 我講到語言 我們現在開始要用新的語言 你現在擔任議員就是一個新的角色 以前你的角色 以前你在各行各業裡面都很厲害 沒有錯 但是你現在擔任議員是另外一個領域 全新的禮運 跟你說保證你不會老人痴呆症 我們每天都會動腦筋 在想說這是要怎樣 大家看起來都像是很有責任感的人 越有責任感的議員 你會越打招 越打招就想辦法去學很多東西 大家才要坐在這裡學 學的時候就要有一個開放的心 去學不同的東西 所以你記下去的後半輩子會很忙碌 會過得很充實 這樣整個腦農業被迫要增加 這好事 而且你這種做法 還對台灣人有好處一春 天底下沒有比這個更差別的事 只要花錢買東西香燭 你的人生也很不料 但是來做這件事好事情 要講到這個 我要講 過去以前你們有聽過我講 人的人 只要管理人的地方 都有管理者和比管理者這種差別 所以越小的部落也有丟落在管理家裡 也有酋長、村長或什麼人去管理家裡 但是這越結越大了 就不是這麼簡單的事了 不是一個人可以處理 所以它就產生什麼 Governing Power 就是有一群人去管理事情 我們現在目前 現在你所知道的 什麼三權分立的觀念 其實都從這裡來的 從蘇美文化開始 從前面開始 西方傳來 我們自己無法產生 所以我們擔任議員要有一個主角 沒有叫你去創造新的概念 你現在現成在各個國家 已經行之有年的系統 你拿來營就好了 你好好去研究 其他國家 在日本、地國的議會是怎麼運作的 美國的議會是怎麼運作的 英國的議會是怎麼運作的 你就要去了解 所以你接下去 你的功課很簡單 好好去研究 去圖書館去作 研究不同國家的議會制度 是怎麼形成 他們對議員的要求是什麼 議員的角色是什麼 在不同地方 你都要做比較 比較之後 我們又要了解 我們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的角色 我們也不是美國人 我們也不是英國人 我們要怎樣 事情是本地國的臣民 他成立的是這個議會 這還不是大日本帝國議會 我們是一個過渡時期的議會 我們現在只是恢復美軍把我們選領而已 不是說已經我們獨立 你只是一個過渡時間 準備你從一個階段進到另外一個階段 如果有一天美軍願意的話 把這個地方移給日本天空 那時候在恢復大日本帝國的系統 那時候我們是民政嚴歲的 大日本帝國議會成員 但是在這時候你在做預備的動作 預備 預備什麼 我們有傳承 一代過一代 我們這代做我們這代應該做的事情 還有一代新血 新的議員進來 我們傳承給他 我們會遇到問題 我們會把一代教 一代一代傳 像我這樣在這裡說也是 有一天我也會講到老了 但是我們在這代 對我們這代要做的事情負責 對不對 在我們這代把台灣的監督 為過期去用 至少去用旗幣那些年 頭髮起來 感謝林志森博士 討我們所有的人去講 美國才有今天 才有今天大家來處理這件事 有一個共同體的感覺 再來是古代歷史 希臘 印度 羅馬 這都在這裡 在中古的歐洲 這有一個趣的名字 你議會裡面有 眾議員請拿手 來 請放下 參議員請拿手 請放下 參眾議員在以前 你會不會問有什麼不一樣 參議員跟眾議員有什麼不一樣 在過去 他設計這些參眾議員 目的是全力要平衡 不是單一會議 議會是雙 有所謂的貴族院和平民院 你聽那兩字就知道貴族院和平民院 什麼意思嗎 一個是貴族裡面去選出來 一個是平民代表人民的聲音 對不對 一個代表貴族 以前日本對成立帝國議會進行 是有不同的 斑 斑 斑 什麼斑 斑的這個王公貴族 又來 成立叫做華族 就讓他們進入這所謂的貴族院 所以貴族院是怎麼說 比較有名望 還有社會地位 還有一些社會階層人可以當參議員 參議員 眾議員就是一般代表人民 中間選出來 產生的方式不一樣 他所代表的方式也不一樣 他的角色也不一樣 但是兩方的權利可以囂張 不一定是誰那麼大 也不一定是誰那麼大 也不一定是誰 可以互相牽制 其實我們在說議員 我們常常說一件事 就是權利 權利在你們手上 怎麼使用這個權利 怎麼樣操作權利 這就是我們去學的事情 怎麼操作權利 權利可以讓人腐敗 權利也可以讓你做到 權利可以讓你毀掉一個國家 什麼都做得到 你們現在權利在你手上 很嚇人 這不是小事情 這不是行政單位 也不是立法單位沒有權利 立法單位就是說 法律是這樣看 只要去說 執行還不是他們 執行是行政 立法是你們 在美國立法單位的權利很大 我慢慢說 但是說到這個 所以現在就是貴族院跟平民院 兩個合作會 所以行程上下議院 有的地方英國叫上議院下議院 參議院眾議院 憲法 憲法 好 下一個 抱歉 上一個我再唸一下 所以 我講米國的 我們在選擇 並不斷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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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初設計師 讓這個參議員 比較有錢 比較有智慧 比較有智慧 但是早期的設計是這樣 憲法會更有智慧 更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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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貴族 共和貴族 說到這個 你要知道 美國他們在設立憲法的時候 他就在想事情 想說 這個人 擁有權利的人 是要怎樣給他 首先 美國的憲法 審好之後 他就把行政立法 司法 counter balance 你知道這個字 dispers of power 就是把權力分開來 不會集中在同一個單位 分開來 就是讓他們互相牽制 沒有一個單位 可以全部掌控所有的權利 但是每個單位 都想辦法去 這是人的弱點 待會兒慢慢再說 但是他這樣設計的時候 他就跟他說 眾議院的議員是比較穩定 要保持這個國家 因為你在盡量插 但是你不去考慮整個國家 整體的方向和力量一直 怎麼樣 會亂 所以他有一個力量是 比較難通過 所以在美國 參議員他的年齡 門檻比較高 他擔任美國人 成為美國公民的時間 要求比較長 可能要九年 幾年以上 眾議員就沒有要求這麼高 能夠參選的人不一樣 下一張 OK 來我們來看看 這是美國憲法 在寫憲法之前的那一句話 我們來分析看看 Pream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們 美國 和眾國 的人民 對不對 他可以寫憲法 台灣人要怎麼 什麼 沒辦法 上面兩種人 對不對 我們現在兩種人 不一樣效忠的對象 也要怎麼有共同的想法 沒辦法形成這個叫做共識 他現在可以說那句話 那就不簡單 W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為了要形成一個 更完美的共同 就照這一句話就好了 要形成一個更 接近完美的共同組合 我們現在裡面有兩種人 我們不可以形成命運共同體 因為大家效忠跟方向都不一樣 哪有可能在一起 這是我們目前的現況 但是我們民進去之後 我們就把人叫出來 本土台灣人 台日本、地國市民 去那裡 我們照法去討論這種事情 對不對 我們立場確認了 你的效忠方向 你的目標都一致了 照合作 才有共同體的感覺 那種大家坐在一個殿堂裡面 大家同心了 同心就可以產生力量 過期沒辦法同心 你有沒有覺得怪怪 你不能辨別台灣人 怎麼都堅改做對台灣 對不起台灣的事情 就是他的心 不是在這裡 他不是台灣人 表面上他說是 結果他不是 台灣人也不是台灣人 說我們是中華民國人 對不對 去效忠 所以以前是錯路 現在已經清楚了 這幾個時候說 要建立公平正義 過去台灣有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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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是他開的 對不對 貪污送到那邊都沒事 那是他的人就沒事了 這就表示在這個土地上 有不同的標準在進行 美國人我很羨慕 因為他們在裡面的話 大家有共同的目標 要建立這樣的一個國家 我們現在就已經在感受這種感覺了 好像 starting a new nation 那種感覺 雖然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要成立新的國家 但是那種 一體的感覺造出來 接下去 ensure domestic tranquility 就是確保本地 domestic 就是我們台灣裡面的平安 peaceful tranquility 但是這跟美國還不一樣 美國是各州獨立的單位 我們不是 我們是先有中央集權政府 在分配力量給每一州 美國本來是不同的州 都是獨立的 他的美國憲法 要想辦法把這個不同州 他們都獨立的 州有州的憲法 他把口做回 所以他要有一個更高的一層的 叫做Federal 就是它 Constitution 把它們放在一起 台灣現在沒有這個問題了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se 就是大家一起共同的防衛 Promo the General Welfare 就是Promo就是要 Promo怎麼講 促進 促進所有台灣人的福利 過去不是 你所有資源都放在台北市 是不是 地方的建設所有的東西 他不是公平的分配 他沒有整個台灣人 當作一個整體在處理 他只有中國人最多 中國有什麼台北 他的建設都在這邊 最好的資源 所以你哪個海市名 畢業之後 都來台北投資 都走在台北 不對 你如果是一個台灣新的人 才會這樣來處理 日本人就不是這樣處理 過去日本抵立台灣的時候 是怎麼樣 你看到我台灣輸的就知道 我是每一個城市 包括花蓮、台東都去看的 日本人是一起做建設的 全島考量包括澎湖都在一起考慮 那才是對這個土地 有乾淨的人做的事情 他不會這樣 對這個老大跑 老三老四放在旁邊 沒有這樣 做指揮來統和再做計畫 國土規劃是這樣 因為他是流亡 中國的台北 所以台北是他的佔領地 錢當然也放在那裡 拿就是拿你們中南部 其他縣市的錢拿到那裡 就是這樣 現在知道了 促進所有台灣人 過以後我們也是這樣 每一手每一手都是 你剛才也說過 大家平均一起來建設 要確保我們跟我們下一代的安全 祝福 這些叫我們跟我們下一代 過去不是 我們現在有這個概念 傳承 台灣人現在可以想到這件事 傳承 這不簡單 過去我們沒有傳承 怎麼說沒有傳承 你的女兒說的議員跟你不一樣 開始說北京話 他的俗上接受 他的俗上改了 他想說他是中國人 那我傳承 我們後一代 我們上一代去台 後一代去受到他們的教育 變成他們的人 我們在中央的人 這叫做種族滅絕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知道了 好不容易開始說 為了我們的後一代 我們要怎麼結合在一起 來立法 來確保我們 驚子驚子驚子的未來 台灣人的後代 要讓我們繼續走下去 永遠 OK 好 下一張 你看 英國 上醫院 下醫院 看到嗎 市長在電視看這裡 總理起來 英國就是這樣 以前都在後面這個 1706年的時候 就開始了 下一張 Upper House Law 你看 美國國會 Senat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前年 我去那些地方 拿我們民政府的身份證 就去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去吃飯 去看他們的辦公室 有人說 你親自美國人都會怎麼一起去 怎麼會 我跟美國人 那假美國人就不要說了 那真的美國人 我拿給他看 我給他鄉民 看我去那裡 我怕一個人 你怎麼有招呼 這不是隨便人的可以去 我說是 我就拿到民進府的身份證 就把PASS 他的安全 就去了 對吧 OK 他的人數 你看 Senate是代表 美國五十州 所以每一州兩個人 五十個 一百個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是人口數來決定 所以美國人口 你有六票是不能投票的 四三五 各州數決定 你看 你看看 但是這是美國的系統 美國的系統 跟以後我們的媒體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參考 看他們 他們有一個字很有名 叫做 Check and bala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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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一直不斷的尋求平衡 權力的平衡 立法者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好 接下來 下一張 這是我們日本國 大日本帝國 說不是大日本帝國 但是他的建築物全身 是大日本帝國在用的 議會在做 現在他們在用 參議院 242 House of Counselor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484個 參議院 眾議院 來 下一張 這是以前的大日本帝國 一直用議會的樣子 1889年 明治22年 2月1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 正式向全體國民公佈 這部憲法通過天皇 你看看 這個憲法是通過天皇 向這個親手遞交的方式發布 要不要講 憲法是天皇交給你的 不是人民去製造出來 弄出來然後通過人民投票權通過 所以叫做清定憲法 清定憲法 從此日本成為東亞第一個 擁有近代憲法的立憲君主治國家 大日本帝國憲法 在第一屆帝國議會召開當天 1890年 明治23年 11月29號實行 好 下一張 這個結構是這樣 天皇統治權的總攬者 帝國議會在這裡 貴族院 眾議院 選舉 日本成民 他可以徵兵海陸空 你看 他也是統帥 他也是議會 他可以 樂任也可以解散 對不對 國務院大臣 內閣 蘇密院 就是有顧問 裁判所 後來做一些修正 我現在不講 那是當時的架構 下一張 還有元老重生 為什麼不 我們現在 我這為什麼不可以說很多 第一個 比如說 我們就要知道 我剛才就說 我們有什麼角色 我們的角色是誰 搞清楚 不然我們會想說 人家議會 人家其他國家的議員 是這樣做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 你就要知道原因 第一個 我們的真實身份 仍然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因為 目前因為戰敗 而處於被美軍佔領底下 無法效忠天皇的無國級狀態 所以你不是有國級的人 我們現在只是恢復美軍佔領而已 還不是要跳回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的身份 跟真正的議員是不一樣的 你慢慢要搞清楚 不是在正常狀態底下 然後恢復的這個項目 還只是中間 中間階段 我們的目標還要向 先走一步 一步一步來 第二個 即使台灣澎湖 諸島美國民政府下的議會制度 也是 我們也是試圖 要向個議會的運作方式 可以運作 我們在學 雄雄教育一做也不可能 所以我們慢慢一步一步去學 學著好像一個議會的運作方式 所以大家壓力就不會太大了 我們想說雄雄說 我做這個應用到好好代代 要怎樣 好教材 有人基督 還有有人帶我們一步一步走 所以也不要太緊張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被佔領地人民所組成的民事政府 不是自己可以隨隨隨便便改變 原先所屬大日本帝國所設定的制度 有人說 你如果不是學美國 如果不是去學英國 不是你真的會說我要學什麼人 因為權力不在你手中 不是說我們要做什麼制度 但要扭什麼制度 所以還是要考慮這個啊 我們的身分是什麼 我們的地位是什麼 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的限制是什麼 我們目前議會制度 是仿效大日本帝國議會 嘗試運作方便在未來 一旦美國主要占領全國同意之後 銜接回去大日本帝國的系統 是這樣啦 這樣慢慢了解了 就算大日本帝國台灣人 想在這塊土地上自治 也要照規矩程序進行 無法造次 先恢復先前大日本帝國的 並且要在天皇同意前提之下 進行改變 要這樣做 但是我們一步一步 我們有在亂想 我們希望 怎麼 就跟天方說 說我們希望這樣 你也可以大英文 這個是以後還要多方協調 不是我們單方面 過期說法台獨一定就是這樣 就說我們台灣人要做什麼 台灣人要出道電話 不要這樣子 我們懂法理之後的人 不是這樣在思考的 我們會小心觀察局勢 我們人也不太多 我們的程度也不太好 用眼睛放亮一點去看大環境是什麼 我們怕對的路 幫台灣人走出一條對的路 過去都怕對的 下一張 說到這個 這個可能 後來沒有來上我的課 可能比較不知道 先簡單的講一下 我們現在 就是要對 過去這個系統 走出的人 學一些概念 我們本來是部落形式 台灣這些土地 大家都是各種部落 生在這裡 但是後來慢慢 你看大杜王國也起來 台灣人成立的 再來西班牙荷蘭清朝 殖民地 每一個系統 都要把他的系統 元素帶進來 比如說他把他的語言帶進來 把他的宗教帶進來 把他的貨幣制度帶進來 把他的貨幣制度帶進來 把不同的東西都帶進來 他的系統如果要進來就要這樣 這很適合 大清帝國那一回也是一樣的 他都用姓氏語言宗教教育一回 他說你生什麼你生什麼 你對中國生 你就變贏 他叫你說他的議員 所以台灣很多 拼不足到後代 自以為自己是客人 自以為自己是火螺人 自以為自己是專家 或中家的人 跟他卸道 大家都打去 一樣人自己打來打去 退下人打 別的地方沒打完的仗 我們就叫他打 打自己人 那就是頭腦壞掉 那就是他們的系統一回之後 你頭腦去洗掉了 現在這個系統還要害 這又是流氧系統 又不是現在在中國 治理的這個大系統 那是流氧系統 人沒了 還要來台灣管 是這樣的 好處在我們這些大日本帝國 這就是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我們這個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之後 我們已經正式併做日本的 1945年4月1號 正式成為日本天皇的娘頭 我們的身份改變 這又是永遠的改變 這不是短暫 他們過去這些都是暫時性 temporary shift 鑽石性的系統轉換 我們現在已經permanent 有人說 你有說永遠 為什麼現在是這樣 很簡單嘛 我們建牌嘛 建牌嘛 建牌那時候美國 把這個系統放在我們這裡 目的是要破壞我們本來的系統 本來就是要來破壞的啊 你也沒辦法說了 你就建牌了 你就去用靈體了 但是你靈體也有牽涉的時候 時間到了 台灣人都要牽涉 不能再繼續在那裡 人要去幫忙 你怎麼有說 還巴著人家大腿不走的 那就是什麼人知道的這樣 中國幾乎要走路 對不對 那是小人怕幾乎走去 冬季嘛 冬季以前靠 貴府心在探家嘛 是不是 沒有錯啊 因為有中國這個系統 以前他 倒票一堆錢 拿在口袋裡面嘛 現在把那股肚子搬走 就沒有身材了 海西苗希望他留下來 希望讓中華民國 就地合法化 就是這個人 這個人 就是受這個 暫時性系統的人 洗腦的人 我們現在頭腦清楚了 我們是熟悉這個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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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頭腦清楚了 我們是熟悉這個系統的 這個系統要站起來了 然後下一個 過期喔 那個系統就是 放到這個程度 所以有人說 過期這樣說什麼不好 我也是塞便族啊 我也是做地保啊 有什麼不好的 不好意思喔 你的上面的名字 什麼叫做奴隸 還是叫做賤白駕 你永遠在那裡 所以你怎麼抗議都沒有用 為什麼 你上面有一個系統 幫你控制了 你好像上這個抗議 幾十萬人去都不好嘛 要坐那麼涼涼的 為什麼 他是遊戲規則的製定者 你是被製定者 你那的話 就位階跳不上去 你可以往前往後 往左往右都可以 但是上去不可以 所以你要什麼豪宅的親在裡 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隨在你 但是你爬不上去 所以秘書長說很好 拿著酒頭放在你上面 就可以管理了 酒頭呢 無腦的人都可以管理你 那就表示你是這個嘛 所以我們現在去顧上面這個嘛 在美國嘛 你把我抗議怎麼叫這個來管 所以我們現在爬去這個地方 直接受益管理嘛 這樣子概念就清楚了 好 來 再來 立法委員 不知道立法委員 就是 眾議院參議員 他們有很多權利 這是美國的權利 它起碼有幾個權利 第一個 Congress Power Pursuit Authorized Taxing 就是對百姓抽稅 花錢 然後可以印鈔票 這在美國啦 你先不要高興 這個不一定是我們的權利 但我們先看人家權利是什麼 我們未來可能性的權利是什麼 先了解一下 我們哪些權利是我們可以有的 我們先了解美國的國會議員有什麼權利 第六 Amendment 1913年 Extends Congressional Power of Taxing Income Tax 包括 這叫什麼 Income Tax 我們翻證什麼 台灣叫什麼 收入稅 所得稅 所得稅 那 Constitution 也就是Grain Congress的 Extends Power of Taxing Purs 這個 它就利用這個錢這個事情 掌控美國的立法 的行政機關 它用這個 Check on 的執行 就是行政機關 它控制你的預算嘛 你們這些立法委員 朱公 朱大姐 就有這個權利控制預算 它通過你審核 所以它行政權不會無限擴大 你可以跟它講說 這法案我們不通過 你就沒錢 你就沒辦法做事情 但是你就要說服我 怎麼把這錢撥給你 這就是所謂的權利平衡 所以你們就要開會 去研究它提的法案 合不合理 所以你就要上那方面的腦筋 第二個 包括它也是重要的角度 國家國防 不好意思 這個權利我們會不會有 我們的參眾議員會不會有這個權利 不會啊 為什麼不會 我們的國防是誰來弄 美國 跟我們無關的 所以這塊 美國人有的 我們這塊沒有 知道 國防預算 我們無法處理 下一個 他們包括所有的軍事武器 要怎麼樣 建造什麼 航空母艦 它國會都要通過 還有什麼 Pattern跟Copyright 所有的那個專利啊 什麼那個審查 都是要國會通過的 然後再來 國會還有一個什麼 彈劾總統的能力 卡薩尼克森 就被彈劾 國會還有制衡 行政權裡面的首 最大的是什麼 行政權力裡面最大就是 總統嘛 跟副總統 還有國務卿嘛 國會有這個權力 施加壓力 或甚至於把它彈劾都可以 來 下一個 還有法官那邊 這個是特別 我們參眾院跟美國不同 美國憲法是聯合獨立各州的 共同運作所立的法院 美國各州都有其州憲法 可以行使獨立運作 1868年4月6號 天皇頒布了 闡述日本國家制度理念的 五條預示文 中間提出了 廣新會議萬事絕於公論 其中有一條 可能你們不知道 來 讓你們知道 再下一張 還有一個 1889年明治22年2月1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正式 就是剛才在看的 清定憲法 然後呢 同時制定的法典 還有作為皇室家族法的皇室典範 議院法貴族令眾議院議員選 選舉法 會計法等重要法令 大日本帝國憲法 大日本帝國憲法 在第一屆帝國議會 召開當天1890年11月29號14 下一張 所以現在再來 在這樣的限制底下 那個 時間跟我講 我還有幾分鐘 現在還有幾分鐘 七分鐘 七分鐘的話 我們就暫時跳過這個 來 下一張 七分鐘的話 我看可以講多少 我跟你講 我們的議員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對經濟整個體系的運作 了解 不然我們通過的法案 是幫助經濟活絡 還是讓減低經濟活絡 比如說 現在說我們要環保 我們要省電 你就通過一個法令 說增加那個用電的費用 這樣對嗎 你在做任何一個法令出去之後 影響的是一大片的事情 你可能有一個產業就這樣倒掉 記得以前我們有一個 搞不清楚狀況的行政院長 剛擔任的時候 第一天說辦公室都不准送花 記得嗎 姓游的先生 那個就不知道什麼 什麼東西都要學 我們經濟活絡 省錢 一個產業就不去了 他就是不懂的 這樣的人就是搞不清楚什麼叫做 經濟體系的運作 為了薪資 結果還留了多少錢 所以我們立法制的人 就要知道整個經濟怎麼讓它活絡 那目的是薪 薪起來 做生理這件事 薪起來大家留了多少錢 再過好的一支 不是欠錢 欠來欠去欠坐欠坐欠那 想說自己很厲害 替大家算預算 結果會留了多少 所以我們的議員就要知道什麼是整個經濟體制運作 待會我們休息幾分鐘以後回來就講這個 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各位議員 我們稍後一下 中央班長在這裡報告一下 明天